石门区公所在儿童节前夕 为全区大约280位的学童 准备了甜甜圈礼盒 二号当天也由区长亲自到学校发送 希望石门区的孩子们 在收到这份甜蜜的祝福之后 都可以在幸福快乐的环境下学习成长 本着这些儿童节的年薛假期 为了要给孩子们甜蜜的祝福 石门区长今天加码发送 石门区的国小幼儿园学童们 一人一分的甜甜圈 一大早第一点区长先来到石门国小 为日前北海岸斗牛赛分组冠军队伍来开球 随后也开始为幼儿园以及国小学童 发送甜甜圈礼盒 给石门区的学童甜蜜祝福 石门国小要庆祝之前 我们孩子在北海岸的篮球比赛 得到分组的冠军 所以我们在儿童节前夕 在校内再加码一场篮球赛 欢度我们的儿童节 非常高兴我们区长 也带来加码的礼物 作为我们神秘的开球嘉宾 发给每一个孩子一盒的甜甜圈 让孩子欢度一个开心 特别的儿童节 儿童节是最无忧无虑的开心节日 石门区公所为全区 约280位的学童 准备了甜甜圈的礼盒 小朋友从区长手中接过甜点 都相当开心 眼睛盯着小餐盒目不转睛 迫不及待要打开来品尝 而区长也提醒小朋友 一定要吃过正餐之后 才可以吃点心 这样子才可以营养均衡快乐成长 为了我们庆祝儿童节 让小朋友们快乐的过儿童节 我们石门区之辈 除了新北市准备的儿童节里面以外 我们特别利用横贵机 我们在加码 在赠送我们全区的国小 还有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一份甜甜圈 我们希望他们吃这个甜甜圈 能觉得很甜蜜很快乐 觉得在石门这边 都就是很幸福 适逢儿童假期 不少学校都会举办 儿童节的特别活动 而区长希望石门区的孩子们 都可以在幸福快乐的环境下 学习成长 因此特别在儿童节的前夕 准备了小朋友最喜爱的甜点 要祝福他们 都可以有个甜蜜的儿童假节 记者大片和石门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